印尼台商做工艺 在南部万丹省一个村庄 发送白米等物资 当地民众满心感谢 我们在这个平民区 今天的发行一共有2000左右 差不多1932亿份 然后这获得当地的村长的好评 邻里的好评 印尼台商组成的慈善基金会 每年都在当地举办多次物资发放 和慈善活动 台商事先挨家挨户的访试 确认出真正需要帮助的家庭 才会给予物资兑换券 我们筹筹自己的资金 同样做这个发明的工作 最主要是要了解印尼的人民 知道台湾 知道我们这些商人 除了会赚钱以外 有一点爱心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发送物资当天 上午就涌入人潮 还出动当地军警维持秩序 民众扶老稀幼 不分宗教 种族 排队领取爱心食品 一包包沉甸甸的物资 包有白米 糖 盐 泡面和牛奶等食品 对生活困苦的他们来说 有如及时雨 当地民众牢牢记住这份来自台湾的爱心 台商则希望赚钱之余 多多回馈当地社会 有助当地民众与台商良好互动